美国科学家宣布发现了室温超导体 这个消息让全球科学界彻夜沸腾 这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的说就是有一种材料 在无需冷却的条件下可以零电阻导电 这样的材料如果实现了 将对我们的电网基础设施高精尖物理科研设备 量子计算通信设备等诸多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 甚至可以说它创造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完全可以淘汰火电水电 并且制造出超强的计算机 对地球的工业文明要上升一个维度 我们看到了一张现场发布会的图片 非常火爆感觉像是一个明星的发布会 但这个也很奇怪啊 科学发布会是这样吗 会议室已经人满为患保安栏在门口不让进 物理界大牛被挡在外面 我们看到中间这位朱金武先生是超导界的大神 就挤在一个小座位上 报告的主角叫迪亚斯 来自罗切斯特大学 他宣布他们团队在 一万个大积压墙下测得了21度时的超导体 有人扒了一下这个迪亚斯 他前年在 自然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类似的论文 后来被撤稿了 所以大家目前还有所怀疑 等待这个结果被别的团队去重复 科学发现是需要数据验证的 那么这件事情现在到底是真是假呢 还没有确定 但它造成的舆论轰动 已经以光速传遍了全球 最近一系列科学和科技事件放在一起 其实让我们瞠目结舌 比如美国科学家宣布和聚变静能量增益 和XHGPT在人工智能上取得突破 马斯克宣布三项创新性目标 包括不使用稀土来造电动车 再加上今天常温超导 就是我们突然感觉很多技术从零到一得到了突破 在半年当中全部冒出来甚至出现颠覆 我们想问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这么集中 为什么每一个都是大神级别的突破 其中一个答案可能是全世界 最聪明的大脑都在同一时刻分泌出多巴 那还有别的答案吗 其实要想理解常温超导体有多难实现 我们还得先知道什么叫超导体 顾名思义超导就是超级导电之意 那么超导体导电能力有多强呢 物体根据电阻大小划分 可以分为导体半导体和绝缘体 电阻越小的物质 它的导电能力就会越强 比如说最好的适应 其次是金铜铝等等 性能跟成本不同 决定了它们的应用场景的差别 也会很大 像普通电缆呢 一般里面就是用铜 然后像一些高端的设备里面 则会要用到金银等等的贵金属 但是不管是金还是银啊 它只是电阻小而已 但毕竟还是有的 而超导体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电阻 所以呢 就会具备很多那天的性能 在一定温度定义为超导 灵界温度之下 超导体电阻为零 这意味着在闭合超导线圈中 感应出一安的电流 需要近1000亿年才能衰减掉 比我们宇宙的年龄 138亿年还要长 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 认为超导状态下电阻为零 超导体不仅零电阻 然后 无论先置入外磁场中 后降温到超导态 还是先降温到超导态 再放入外磁场中 外磁场磁力线 都无法穿透到超导体内部 超导体具有完全抗磁性 该效应于1933年辈 德国科学家沃尔特麦斯纳发现 又被称为麦斯纳效应 总而言之 只有同时具有零电阻效应 和完全抗磁性 这两大神奇物性的材料 才能从科学意义上 称之为超导体 那么超导体究竟有什么用呢 引得科学家对此念念不忘 可以说 凡是用得上电的地方 都有超导体的用武之地 以超导磁悬浮列车来说 和常规磁悬浮技术相比 超导磁悬浮列车更高速 稳定和安全 是未来交通工具重要明星之一 日本超导磁悬浮列车 超导输电可以节约 目前 高压交流输电技术中 15%左右损耗超导变压器 发电机电动机线流器 以及储能系统 可以实现高效的电网和电机 利用超导线圈制作的超导磁体 具有体积倾效 磁场高均匀性好 耗能低等 优势是高分辨核磁共振 成像基础科学研究 人工可控和聚变等关键技术核心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上 9300多个超导磁体 就是发现西哥斯粒子 必不可缺的大功臣 超导还具有许多 复杂有趣的微观量子效应 利用超导电流的量子干涉 效应制备的超导量子干涉仪 对外磁场感应及其敏感 是目前 世界上最灵敏的磁测量仪器 仅受到了量子力学基本原理限制 基于超导量子干涉仪 制备超导量子比特 是未来量子计算中 最重要的量子单元 基于量子力学原理 实现高性能计算 将掀起一场新的信息革命 超导体组抗性能好 利用超导体替换常规金属 做微波器件 具有性造比高 带边抑制明显 带宽控制灵活等多个优势 也许您使用智能手机 其通讯基站就用到了超导滤波器 这些高性能微波器件 同样在军事设备 卫星通讯 航空航天等领域大有所用 正因为超导体应用前景 如此诱人 对超导现象研究长期以来 都是基础物理研究中 一个重要前沿领域 自1911年4月8日 第一个超导体金属工 被发现存在4.2K 零下269摄氏度的 超导电信以来 物理学家发现了 大量单质和合金超导体 但它们的灵界温度都很低 75年过去了 探索到最高灵界温度 化合物是NB3G 23.2K零下250摄氏度 如此低的灵界温度 意味着实现超导应用 必须依赖昂贵低温液体 如液氦等来维持低温环境 这导致成本急剧增加 维持低温成本 甚至远远超过材料 本身价值 寻找更高灵界温度 特别是液氮温区 77K或零下196摄氏度 以上可实用化材料 成为材料探索重要目标 1986年瑞士苏黎氏 IBM公司 百诺兹和谬勒 在同样化物体系 发现35K零下238摄氏度的高温超导 在中美等国科学家推动下 该记录五年内不断刷新 约1994年左右 创造长压下135K 零下138摄氏度 高压下164K零下109摄氏度 新记录 新一代超导家族 铁基超导就此宣告发现 只是这类超导体大多寒深或碱金属 不仅有毒而且对空气敏感 应用方面同样存在不少局限性 而且其物理性质极其复杂 难以被现有理论框架解释 那么室温超导究竟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其实大部分科学家都坚信室温超导体的存在 美国 中国 日本等国科学家 都曾先后立项探索室温超导体 日本更是提出了寻找400K 127摄氏度 以上超导体的远景目标 但真正要100%确认一个室温超导体 却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百余年来无数材料科学家浮出了许多心血 到近年来几乎平均每个月都有新超导体被发现 这些超导体有的被后续重复实验证实 有的则无法重复出来 有的是乌龙事件 还有的是学术造假行为 毕竟要判断一个材料是否超导体 必须同时具有 零电阻效应和完全抗磁性两大特征 电阻不降到零或抗磁性很差 都不能100%断定式超导 历史上有多个可疑超导体 因为没有确切证据被科学家戏称为 未知飞行物USO 和传说中的UFO未知飞行物一样神秘 这些USO中有的宣称达到200K零下73摄氏度 以上甚至400K 127摄氏度的高温超导性 却从未被更多科学实验检验过 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一些科研工作者 甚至铤而走险不惜造假发论文 例如一位叫Jan High Drake的德国人旧曾 在2001年间疯狂灌水宣称 在C60等材料中发现52K 零下221摄氏度以上高温超导电信 以及其他一系列电子 器件应用其论文产出效率达到每8天一篇速度 最终被科学家发现他几乎所有论文均造假 Science杂志于2002年撤稿8篇 Nature杂志于2003年撤稿7篇 其他学术期刊也纷纷撤稿数十篇 他母校看不下去把他博士学位撤销了 尽管后来双方反复打官司最终在2001年 9月终审决定还是撤销学位 这桩科学丑闻轰动全世界 他本人也被称为 物理学史上50年一遇大骗子 然而还是有人对室温超导体狂热不已 打开谷歌搜索 你将得到66万一千的搜索结果 室温超导体的例子 其实2000年2003年2012年2014年2015年等年份 都有人宣称发现了室温超导体 但都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其中最有名的是2014年 一位叫Predip的印度科学家声称 在银纳米粒子中 发现了400K 127摄氏度的超导电信 引起了轩人大波 但他的论文被自然杂志聚稿后 就再也没有人听说过他的消息 而最近这次迪亚斯团队宣布的常温超导体 也不是一帆风顺 他们使用了硫化氢H2S作为超导材料 在高压下将其压缩到1万个大气压强 并用激光加热到1500K 1227摄氏度 然后快速冷却到21K零下252摄氏度 再逐渐升温到287K 14摄氏度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测量了电阻和磁场变化 并声称观察到了零电阻和完全抗磁性 这个结果被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并得到了一些同行评议者的支持 但也有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或批评 首先这个实验条件非常苛刻 需要高压高温激光等设备 很难被其他实验室复制 其次硫化氢是一种有毒气体 在常温下会分解微硫和氢气 所以这种材料很难应用于实际场合 再次迪亚斯 团队之前就曾经发表过类似的论文 并且被撤稿或质疑过 所以他们的信誉并不高 因此目前还不能确定这次宣布 的常温超导体是否真实有效 只有等待更多的数据验证 和理论解释才能做出判断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对 科学家们不断探索新物质 新现象新技术的精神表示敬佩和鼓励 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找到那个 能够改变人类文明命运的室温超导体 关注我只说真相的报